同學們,我來看一下雲科大的研究所考題 我要針對上面這樣的函數做拉式轉換的話 我就想到說 三角函數的關係是裡頭 有一個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sin的α加β 這個的話變成sinαcosβ 再加上sinβcosα 我想到這個 就可以把上面的 ωt加上θ0 做一個化解 化解成 裡頭有 這兩部分吧 一個是α一個β 裡頭有sinωt 乘上cosβ0 再加上sinβ0 再乘上cosωt 這的話就是 可以變成兩部分的拉式轉換 只是還可以把常數項提到拉式轉換的外面來 像這個cosβ0 是一個 跟t無關的函數 我可以放在拉式轉換的外面來 只要針對sin函數做拉式轉換就好了 另外一個類似 sinβ0 這個是跟t無關的函數 這個可以放在拉式轉換的外面來 拉式轉換只要針對t相關的做轉換就好了 最後就是sin跟cos 他們都有 同學要去記一下拉式轉換的對應公式 不過光是記公式還不夠 還要會推公式 同學們你們在 我現在開始用好 你們在學拉式轉換的過程中 sinωt的拉式轉換 有些同學可能也背不下來 你如果有推過的話 你就比較會背得下來 另外一個像是sinθ0 如果你有推過cos的拉式轉換的話 這個比較不會忘掉 s平方加上ω平方分之s 是這個問題的最後答案 這是我們問題的最後答案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